来到柔佛永平 你还可以体验农家了 参观这一家 跨达七一谋的 万圣有机生态农场 体验下有机之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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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参观了燕屋 还有他们的清理过程之后 在那一边呢 还有一个counter呢 是准备了一些 由他们家出产的叶末 所制造成的甜品 那老板很贴心的就为我了准备了两道甜品让我品尝一下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冰糖炖烟窩 你看 很多烟窩在里面哦 让我吃一下 口味清清淡淡的 整口烟窩吞进去就感觉上 嗯 自己的皮肤突然间变得很有光泽了 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个 也是他们这里呢就是常推荐给游客的 就是烟窩椰子沙冰 一层的烟窩 嗯 这个烟窩椰子冰沙呢 它呢 你进去 它有很香 能的椰子味道 还有呢 还有烟窩的口感 赞 走了一圈之后啊 我大概对有机蔬菜呢有了基本的了解 而且呢也看过了烟窩的制作过程 其实把东西吃进肚子里面 品质保证才是最重要啊 健康的生活就由这里开始